出口多 等同产能过剩 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对待产能问题 要尊重规律和事实 要客观 全面 长远地看 我想可以从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从国际贸易往来看 我们知道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 就是各国基于要素禀赋 技术系列 发展路径等 形成不同产业的比较优势 进行国际分合合作 互动与无 从而有效提升了 全球经济的效率和福祉 那么在现役中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 也都长期向世界大量出口商品 你比如说 美国所生产芯片的约80% 是用出口的 德国所生产的汽车 净80% 日本所生产的汽车 约80%是用出口的 像波音空鹤 它的客机也大量外销 那么从外销占比看 中国新能源汽车 主要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2023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 占总产量的比重 也才约12.7%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另一方面呢 要从市场经济的原理来看 我们知道 供给和需求 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 两个基本方面 那么在经济全力区块的 这个现实背景下 供需问题要从全球来看 不能只看一国 当今世界的这个经济 早已是你中与我国中有理 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生产和消费 都是全球性的 因此呢 也要在全球事业下 来进行供需的匹配和调节 从这条条件上讲 不能因为一国产能 超过了本国需求 就贴上过程的标签 谢谢 谢谢